在北京时间1月9日晚结束的中国足鞋杯决赛中 上海海港0比1戏败给山东泰山 再次冲击对十首座足鞋杯冠军未果 遗憾的以联赛亚军和足鞋杯亚军 结束本赛季的征程 本场比赛 上海海港全队表现并不算差 在小宝利尼奥商区的情况下 海港依靠奥斯卡和穆依两位外援 依然能在上半场与山东、鲁能、泰山的对抗中不落下风 泰山半场更是零摄政 到了下半场前半阶段 上岗也一直能咬住对手 眼看比赛就要进入加实赛 第82分钟 泰山队获得禁区前沿任意球机会 正正主罚直接打门击中立主 皮球随后落在禁区上空 严俊明出击出现了失误 他没有选择更轮头的接球 而是单拳将球击出 球碰到郭田宇后来到禁区外 贾德森迎着皮球直接抽射 打进世界波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双方中超手循环比赛中 也是因为严俊明的疑似 任意球防守中的大义 让韩国外援孙准浩以戏耍的方式 直接任意球破门 从12强赛到中超第二阶段 严俊明低迷的状态 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善 赛后 国内诸多名记 也对严俊明的表现十分不满 媒体人陆阳旧直言 严俊明进去内得的高球处理 一直都是个问题 申伟则直言不会地表示 严国门的状态啊 陈宁更是透露 以今晚足邪杯的表现来看 李肖鹏的国家队首发门将估计会有变化 无论是王大雷还是刘电座 显然都要比严俊明更适合 在接下来的两场12强赛中 为国家队镇守龙门